看好現代人手機不離聲 智慧宅成為未來趨勢 和聯碩新品發表會以加點智能為訴求 連接家電的內建聯網功能 透過手動聲控APP 讓家裡電器乖乖聽話 用戶可以透過APV去設定說 今天用戶回家成功之後 哪些家電要自動開啟 那像是我剛剛展示的 我回家之後窗簾會自動打開 風扇會自動打開 冷氣也會自動打開 不受疫情影響和聯碩空調 銷售業績連續8年成長 不僅超前部署推出殺菌功能機種 還領先業界獲得Apple Home Key認證 國粉利用iPhone、iPad 就能取代家中所有遙控器 疫情升溫之前 其實我們就已經做好這一個 我們的所謂分多殺菌2.0的開發 那我們也是經過SGS的所謂它的認證 然後殺菌跟除PMO的率 出PM2.5的效果是能夠達到99.9%以上 智慧家電的東西把它整合在 它自己的手機上面 它其實只要這一支手機 它就可以操控它所有內建 Apple Home Key的一個產品 除了智能電氣成為焦點 冷氣團一波波報導 也讓保暖小家電業績比去年同期 成長三到四成 尤其北部連續多日陰雨濕冷 電毯、廚師機、烘焙機 都是熱銷商品 它最特別的是這款七七七還有業界獨家的 寵物烘乾功能 我們可以讓出風的熱度維持在45度左右 然後讓寵物不會造成它的那個毛髮去受損這樣子 何連碩堅持不斷研發創新 榮登台股家電股王 在冬季販售優惠和新品 預告上市雙重助攻下 有信心2021年再創獲利新高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藥客訴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